王者李什么英雄最刮杀 毫无疑问是李家三杰 李姓 李白和李华 如果非要刮中选刮 那么我觉得一个能以六神装 打一个不还手的人机都能被反杀的李师傅 无疑是刮王之王 燕祖们啊 你们看 这刮起来简直毫无人性且不讲道理 在如今这个射手战士化 战士坦克化的时代 刮杀李师傅 他是要伤害没伤害 要坦度也没坦度 显得是如此的不合群 如此的格格不入 你看面对一个半血敌人节 都能被人家毫不费的给反杀了 闻者落泪 见者伤心 难道你不心痛吗 所以朱老师决定拯救他 于是连夜苦思冥想 在头发都掉了三根以后 我误了 最开始朱老师考虑了李白战士化 装备和蓝一模一样 双抗高了 伤害也不低 但问题就是没有续航 同时还不具备蓝的收割能力 完全是属于蓝青春版 真要这么玩的话 你为什么不选个蓝呢 所以这条路行不通 然后聪明的朱老师 又考虑了李白坦克化 就再一看 这个属性是蛮唬人 但实际上 他是要伤害有坦度 要坦度有位移 而打个人机鲁班都打不过 所以很明显 这条路也行不通 经过了三天三夜 三三走九个小时的 无数次的研究 跌倒 失败和重来 朱老师绝望的发现 摆在李师傅面前的 似乎就只有刮杀这一条路 等等 刮杀 对 就是刮杀 同样是李家人 为什么光性刮 而暗性不刮呢 因为他刮得快 来 验主们感受一下 李白刺刺A 刮一下四千雪的魅力 伤害和坦度兼备 蹭一下就能走 刮得又快 伤害又高 这就是终极蛇皮蹭蹭流 你像这里 我一个蹭对面三个 一打三的李师傅 后立血 硬吃敌方全部伤害 蹭出敌方两个残血 而且等技能好了以后 咱们又能蹭一下 四次A 一蹭即走 就这么快 伤害就已经打完了 排位虽然还没事 但是我在匹配里面 玩得极为的开心 那真的是坦度伤害 一应俱全 李师傅 从此以后 站起来了 这种玩法不教 我的良心恶痛 所以咱们教学开始 第一步 请先备战好这一套装备和命纹 非专业教学 仅供参考 第二步 把东皇给他绊掉 如果可以的话 张蓝也绊掉 第三步 准备完毕 进入游戏 燕祖们 我这一把是排位 朱老师可是拿着自己的信誉积分 来给兄弟们实验装备可不可行 所以来个三连很合理吧 开局 龙坑一等 咱们先吃个自助 年轻的金师傅又辛苦你了 在南开红街尾刷一片野区 基础连招没什么好说 刺刺A A完之后 有大点大 没有大就点一技能跑 非常的简单且人性化 不要想着秀 咱们就猥琐就完事了 因为咱们这套装备的特殊性 它讲究的就是一个刺刺A 频繁的骚扰 你看 前期是这样的 等到了后期之后 更是恶心 就利用敌方一个buff 或者小野 疯狂的刷新刺刺A 因为咱们的普攻伤害低啊 所以一般的小野 你很难A的死 因此利用这个野怪 咱们在这里 起码能刷个十多次 只要敌方没有冬皇和张良 那么咱们就能把对面 恶心的要死要活 并且咱们的伤害是混伤 物伤 法伤 真伤全都有 所以即便咱们出的是肉 但敌方也一般扛不住 可以说新手李白 只要你学会这一招 你甭管他为所不为所 反正你入门了 输赢是一时的事 但快乐是一辈子的事 这一把虽然是新药局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新手李白 一时二杠零杠五 这个战绩是不是足以燃起来了 好坏了 不要不要 说实话 鲁班这英雄吧 你不打 他就敢上方接我 好 这里他露头了 刺刺A 二技能过去划个圈 接普攻 有大点大 虽然鲁班做了不像恶魔女 但是他难逃一死 不着急 先开血魔 秒换复活甲 复 复 严主们 该玩法仅供参考 当然了 你又你赢了 请务必 报我朱老师的名字 对我